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黃瑞文的個人頻道 這裡還有加拿大的家產生 各位網友好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將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開去之餘 還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認清一些 就是傑羅羅 究竟他們是不是為了香港好呢? 大家有時想一想 我相信就會知道 都很感謝大家過去兩三天的支持 我都收到很多PM 和很多留言 其實全部都看到的 但是我還沒逐一按like和按心心 遲些可能等James 星期二 他不上班 星期二他上班的時候就丟一部手機給他幫我搞定 都很感謝大家的 因為現在的局面是困難的 因為他們那幫人的勢力實在太大了 這些黑勢力 現在還要拿梁先生的招牌出來 還要在節目那裡說 我們這些是盲撐 而他們那些就是有理據罵政府的 其實大家明眼人一聽就知道很多時候他們就 就是戀差的罵了 要說回梁先生就是北大人 而且他知道中央想什麼 那言下之意就是林鄭是不知道中央想什麼的 就是我是沒見過人可以衰到這個地步 其實說真的 我有時批評梁先生 都是很留守的 但是如果是梁先生叫李子敬這樣說的話呢 我就覺得梁先生都很大問題 但是我想心一層 我都覺得梁先生沒有可能會說這些話 因為在我的眼中 梁先生都是一個愛國者 他是應該去輔助或者輔助林鄭月娥的施政在適當的時候 但是究竟他過去那幾個月有沒有做到呢 或者過去那一年多至兩年的時間有沒有做過這件事呢 其實大家是可以想一想的 我自己就保留我的意見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是沒有很出力地去罵梁振英的 就是我罵梁振英的程度 是遠低於一百人去罵林鄭月娥的程度的 這個首先要澄清一下 原來這麼多人進來的 原來義德台仰和馬來勁都進來我這個私人頻道那裡錄音 哈哈哈哈 轉一下吧 是啊 其實多謝大家的 不過大家記住一件事就是保持那個格調 就是我們蜂友就不會去其他人那裡去吵架的 就沒有意思的 因為 沒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不是培養一些網軍 我們希望大家做的事 就是我們一直希望 其實19年8月開始基本上 希望大家做的事就是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 這個我們是差不多節節都有說的 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而不是無理取鬧特區政府 什麼林鄭最大黃絲我們絕對沒有說過 林鄭 殺人集團 殺人集團 我們也沒有說過 這兩樣東西 最大黃絲其實很多個 一百人都有說的 殺人集團就是 李子敬風為最理性的KOL 何志光說的 就說林鄭月娥殺人集團 那大家想想其實究竟是不是事實呢 這些人說的事 究竟這些人是 挖中取寵 握view 乃Like 還是真的想香港變回好呢 還有帶貨 是啊 帶貨和上市嘛 帶貨上市買盆菜 這些是目標來的 這些是目標來的 還要整個人出來說 我們有好 就是 盲向必須部 有很多資源的 這幫人 都不知道什麼人 什麼資源啊 有什麼資源啊 全部的資源 都是我們這六個人掩握出來的 我們的資源拿來做什麼 就算是的 我們的資源是拿去捐飯的 做這些 還有鼓勵其他網友一起做 喂 我們有什麼資源 有沒有叫人 有沒有找些網軍 我們有沒有 沒有 都叫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開店 有什麼店開 沒有 QR Code都不貼了 Pizza這麼大個都沒有貼了 可能他們認為 為什麼我們可以不用的呢 可以不用QR Code的呢 可能他們認為 為什麼我們不用QR Code 不用開店 又可以 營生的呢 我們其實是 擠一些時間出來的 我們都不是為這個 我們不是謀利嘛 在這個頻道上 不知道他們那幫人 好 我是不明白他們怎麼可以上市的 如果以我們這個台 微博的收入看 做30年都上不了市的 因為30年其實都是收工的 是不可能上市的 他就說五年可以上市的 我們這個台 那誰多資源呢 究竟是他多資源呢 還是我們多資源呢 我都不明白的 他們可以五年上市 我擠一些時間擠出來 是犧牲了很多睡覺時間的 老實說 哈哈哈哈 就是有時候呢 就是污衊人的時候呢 都要想一下自己在做什麼先 就是是不是 有時候我在想就是 喂 好像你污衊人的時候 好像不用本 自己呢 就是受眾呢 是白癡一樣的 就是你說什麼他都要受光的 好像是 大哥你想到就想到啦 又賣廣告又QR Code 有什麼盤賽那些的嘛 是不是 現在好像做了 生意就做了大了 是啊 那他就有很多資源了 很多資源的人說我們 說我們很多資源 很多資源 他自己有很多資源 說我們有很多資源 這樣都可以 可能他認為我們為什麼多資源 我們可以做那麼久 是不是 那麼久都沒想到 是啊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不知道他們敢擺 擺QR Code 不用新如來神掌 又不開店 一定富貴過我們 不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因為有政績 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們又不是打算上市 是不是 他們就財雄世大姐 我們是什麼 We are nothing 一百個 吉羅羅一百 就是啦 你們有一百個 準備策劃一百個 一百個 還沒開頭 還沒撕 比梁山博一百零八個 好漢差八個 就是你們這幫人 就是他們這幫人 污衊人的時候是不用本的 而且從來都沒有證據 他污衊特區政府 和污衊我們的時候是一樣的 基本上什麼證據都不需要說 總之就是他們適合了 其他人都錯了 總之就是他們懂得治港 特區政府就不懂得治港 可以啊 選舉就不會輸了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很奇怪的 不斷在那裡造謠 去亂解讀習近平所說的 是啊 好像那次述職那樣 林鄭月娥述職那次 他都可以將他扭轉成 是嚴厲批評的 習近平嚴厲批評 批評香港特區政府 說這個話的人 我第一個看到是韻兆堅 為什麼你們說的話 會跟韻兆堅這個肥仔 一個泛民說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 不聽我就以為 因為他們同一路 因為他們同等愛國 他們說自己是愛國者 他們一樣這麼愛國 我唯一一個解釋就是 這幫人呢 跟韻兆堅的愛國水平是一樣的 他愛之心責之切 所以才要不斷污衊特區政府 是 罵到他 你看看這些邏輯 說出來其實 人不笑狗都廢了 說他粗俗一點的說話 根本就不講邏輯的 好了 接著又弄了那些什麼 那叫什麼 梁瑩委員會 說英國有 蘇格蘭有 所以一定要香港也要有 你又跟西方的東西 西方的敵國 怎麼學敵國做的東西 這個敵國又是他們那些 沒什麼說的 又說敵國疫苗什麼的 這幫人其實根本上 你相信他們那幫人 我也不想說一句得罪人的說話 相信他們那幫人 智商有沒有80 有沒有80 我覺得沒有 他們的做法真是很卑劣 你騙一些 智商低的人 跟什麼就一樣 跟那幫什麼黑暴人是一樣的 什麼光復什麼時代革命那些 喂 口號來的 實際上肯定做不到 我們那時候也一早說 喂 你聽她 聽梁天琦說 你是不是傻的 你是不是白癡啊 你這幫人 是不是瘋了 什麼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梁家傑說的 喂 你相信這些人 你都死定了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說 這幫反政府分子 跟另外一幫反政府分子 其實唯一一樣的差別就是 一邊就是贊成使用暴力 他們就不贊成使用暴力而已 其他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都是反政府的 根本上就是 愛國反政府 什麼了啊 一個就說我愛港 所以我反政府 哈哈哈哈 喂 這些很奇怪 其實這個邏輯跟以前是一樣的 跟那些支聯會那些人 我愛國 所以我才要反對一黨專政的而已 喂 但其實什麼叫一黨專政 他有沒有理解過 內地其實 在走一件事情 叫共產黨領導社會共治 而且不是一黨專政的 內地 其實他們說什麼 他們是沒有深究過的 我認為是 那現在這幫 極度愛國的分子 只有他們了解得到 只有CY才知道的 其實這個人都挺毒的 就是我覺得 梁振英如果聽到這番說話 他應該是要出來澄清一下 他究竟是不是 全面知道中央的心意 就是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代表中央 其實應該澄清一下 他如果是個人意見 就是個人意見 好像葉太那樣 最初出來說 中央考慮什麼什麼 然後原來被人多說兩句 這個是我個人意見 他講明了 沒所謂 最好一開始就講明了 不過他被人搓兩句之後才說 都已經有點疲遲了 一開始就講明了 都是衰格的 你是個人意見 就是個人意見 為什麼可以出來說話 說是中央考慮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是我個人意見而已 被人踢爆了 你是個人意見嗎 就是有沒有搞錯 我是很不明白的 其實如果在我的眼中裡面 在香港 代表中央在香港施政的人 那是林鄭月娥 沒有第二個 是誰 是誰是第二個 你是不是覺得 我覺得是你們說 你們一百是督軍 真的要信你們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督軍 不是啊 他們最多軍 死得到了 鄧小平年代 那時候他已經說了一件事 這件事是算數 這個人說的事是不算數 結果這傢伙被人抖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之後 所以我都不記得他的名字 哈哈哈哈 這件事是很出名的 證明各有各法 不是上面阿習說的事算數 是你們那些人說的事算數 我是不知道 就是阿習他說話 原來有解釋權 原來是在斯洛洛一百那裡 將他扭曲了解釋 是要將他扭來扭去 扭去扭去 扭到他們對的角度 現在我們再做一節節目 講清楚究竟他們這班人是怎樣操作 就是再踢爆他們 其實這裏有些踢爆了的事 我們也免得再講了 在那裏 你聽到自己心裡明白就算了 因為有時候 再講多些 我們就會再被人投訴 再被人投訴之餘 還會是 有可能搞到我們封台的 唉 所以 就是這樣的情況 看到都是覺得很心急的 就是香港竟然 還有這麼多人 是覺得 林鄭月娥是應該下台 還有竟然 覺得林鄭月娥應該下台的人裡面 有一半以上 都是在建制這個陣營裡面 敗挑戰 就是現在根據最新的民調 其實林鄭月娥好像支持度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幾的 其實就是有七成多的香港人 是不支持林鄭月娥施政的 那你不要跟我說 全部那些人都是泛民 沒有這麼多人的泛民 就是我是不明白的 當然 這件事我們可以再詳細分析 我們不明白之餘 其實曾玉成都說過一件事 在近來 其實我們民建聯 都很少罵特區政府的 你看哪些人罵特區政府罵最多 就是 就是梁瑩那些民膽 其實究竟 這個李子敬是 梁瑩的人 還是葉太的人 大家可以 仔細微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這樣說梁振英什麼什麼 其實他這個人是害梁振英先生的 因為梁振英先生 其實一直都挺顧全大局的 是他的民膽就沒有顧全大局的 也說得也說得 就是要挖眾取寵 就自然要多一些 好像很景秋的人一起 來支撐他的理論 事實上他的理論全部都是狗屁不通的 哈哈哈哈 你在我這個台這樣說 哈哈哈哈 就是要惹人家投訴 你這個台而已 不是我的台 沒有所謂 哈哈哈哈 就算了 你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待會回去網向編輯部繼續說 究竟這些實際的情況 其實為什麼會有一幫愛國者 會這麼討厭林鄭月娥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還有千萬不要走去別人的頻道 就是我們的網友 不要去別人的頻道和人吵架 就是他們那邊 現在開始有些人就走過來 在這裡 有事鬥非 是啊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見到這些留言 我立刻刪了它 沒有意思 這個是台洋最喜歡做的 至頂有九成都是台洋的指示 來的 操作來的 好了這次時間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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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